作词作予体els 青云 救命啊救命啊 走 我 你 啊 走啊 MING PAO TORONTO 撤 这 这 怎么回事 不要 再罢 警告 了 这 狐媚 对不起啊 狐媚 大 轮摆新鸿角吧 不对 大哥 他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对 今天我们赢的 有点侥幸 侥幸 怎么侥幸了 今天他打得很有章法 可是我们也没占了什么便宜 罗三 你是怎么一掌 把他打飞了的 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 分了心神 几位大哥请了 这位大哥 尊驾是 我 先 这两位是 西方太极大帝架下 五级战神里的 南北战神 三级战神 我的手下 别哭了别哭了 没事了没事了 没事了 你别太难过了 主人 受伤了 主人 我伤还没好呢 我我 你没机会做人 主任不要啊 小天雪 收好她 是主任 五妹 对不起 不管杨大哥的事 哎 你伤得重不重 不碍事 等我养好伤之后 我会再去眉山 我明白了 主任 就是他让你分心 才让我主任受的伤 是不是 你再也没有机会做人了 你不敢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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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躲 来我 快 快 快 算了算了 别打他了 他这么对你 你还保护他 我是怕把他打坏了 杨大哥就没有兵器用了 反正主任说过 你没有机会做人了 改成我把你打折 多好的一次小狐狸啊 还记得平道答应过你一件事吗 不记得了 平道答应过你和五哥 要教你们劈天神掌 我好想记起来了 你的五哥贪念高位 跑上天去当神仙了 平道也只能教你一个人哪 真的 那您什么时候教我 就现在 好 我要先问你一件事 你 心 哎呀 这种东西怎么说呢 哎 你的心里 还有五哥吗 没有 我恨他 如果有一天 我是说如果 没有如果 再也不会原谅他了 嗯 这五哥啊 早晚会被人杀掉 反正要杀他的人一定很多 我再多记嘴 不管将来你和五哥怎么样 你一定不能把 批天神掌交给他 你能答应我吗 好 我答应你 这就好 平道当初打应教你们 屁天神掌 可是后来又 因为他是在太难练了 每个上千年的功夫 是练不出颗眉目的 看来也只有这么难练的功夫 将来才能无敌与三界 不受人欺负 不 也只有 新帝像你那么善良 单纯的小姑娘 练成了 才不会给三界带来任何麻烦 三界的存亡 就看你了 虎妹 如果等他卷土重来 你们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那以你之见哪 以我之见 在他重病未遇之前 你们四个 再加上我的两个手下 一定可以将他杀死 我们兄弟从来是光明磊落 绝不做此卑鄙龌龊之职 那你就等他伤好之后 将你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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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收拾了 大哥 杨检不除 这眉山就保不住了 对呀 来 去 行了 放下 去 什么事儿 说 这眉山六怪法力不弱 而且杨检也是为了治水 我们这样 娘娘不是说了吗 这杨检死了 还有你们两个 鱼毛脑袋 谁是鱼毛脑袋 你怎么打人我给你告诉娘娘去 娘娘只说让我们听你的 没说叫我不打你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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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 走吧 走吧 别打扰他了 谁打扰他了 我 我打扰他了 二哥 听说你受伤了 我在疗伤呢 保连灯的疗伤功效 比你自己疗伤要好得多 让我用保连灯帮你疗伤吧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去探紧她的位置 然后从私密办法把她给围上 你需来不及眼之势 把她给杀了 什么在放过 不好了 还是快跑吧 不行 为什么刚来就跑 他妹妹那盏爆脸能威力无求 李杨姐还厉害 如果被她发现想跑就来不及了 把那个狗径也给我带上 怎么了 宝灵灯每次放射出这种光芒的时候 都会有危险接近 阿哥 你看 袁帅 大雅 姚里昂 杨姑娘 快点跟我走吧 姐们 出了什么事 妖怪 出了大妖怪了 什么大妖怪 听说过这山也能成精的吗 好 这北海的水军挖着挖着 挖了半天 挖到人家直接盖里去了 这一脚上去 死了一千多人哪 这俩大仗家闲超闲超的 还没把我熏死 刚才那些人 不是跟你一起来的吗 哪些人 没用啊 就我一个人啊 二哥 我跟天鹏元帅去看看那个山京 你 我留下 快去吧 嗯 出了什么事了 春心 师父 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什么动静啊 师父刚才做了个梦 等等 看到啸天犬了吗 不对啊 他平时是第一个出来的啊 啸天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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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姐 要想让啸天犬活命的话 明日午时 我们在梅衣山恭候大驾 有什么天使 看人机 出不住象牙 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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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今天打的你 高鞋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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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狐狸 等我主人来了 你就没有机会做人了 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一定要让杨姐 紫塞美山 你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 凭什么 你给他吃什么 等一下 你们全听我呢 我让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你们救生陪我手 我们兄弟 愿赌服输 打住了 让他挖山就是 不必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这就是天庭降妖伏魔的手段 大哥 先看看再说 来 杨姐来了 追 追 追 你给他吃了毒药 追 这是王母娘娘赏的断魂丹 本来是给你预备的 你们家的狗太不懂事了 一口就吞了下去 我想抠都抠不出来呀 杨姐 这住香燃尽之前 如果还得不到解药的话 你就得再抱一条小口 给你看家护院了 夫人 没想到 连神仙也这么卑鄙 弟兄们 这辈子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不许做神烟 是 解药在哪里 解药 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了 杨姐 我知道你为了救他 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 我不知道的是 同样你为了救他 能不能放弃自己的法力呢 主人 杀了他 杀了他 我没试过 没试过 那可就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杨姐 这住香燃尽之前 如果你身上还有一丁点的法力 你的啸天犬就必死无疑 我信不过你 除了你和啸天犬 这里的人都知道解药在哪里 没有 主人 你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会杀了你 不要上他 主人 主人 不要上他们的岛 他们要杀你 主人 如果我为生命 还有什么意义的话 那就是救我 小田泉 以后 你就是自己的主人 主人不要 不要 小田泉不像一条野狗 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就让我也为你做一件事吗 不要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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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弃法令 千万不要放弃法令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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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有事啊 叫什么 他们要不抓萧天泉 徒儿说不定会有危险 可他们抓了萧天泉 徒儿就必胜无疑 主人 男前怎么样 主人的法力渐弱 怎么会 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 他时时刻刻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要不我们去眉山看看吧 对 你去了 只会给他添乱 那 那 我们只能等 等什么 等宝年灯回来 走 你走 杨家到底怎么了 主人的法力越来越弱了 啊 啊 啊 杨家到底怎么了 啊 他 他的法力越来越弱了 啊 啊 你怎么会这样啊 狐媚 杨禅回来了吗 没有 山药还没有降服 我遇到危险了 快去找杨禅 让他立刻去梅山 杨大哥 他怎么了 快去去去 去啊 小心点啊 你主人的法力越来越弱了 你主人的法力越来越弱了 你去哪儿 小心一点啊 你去哪儿 我还是得带你 你来 救命 杀了他 解药拿 安倍晨晨 我命了你们 杀了他 解药 先杀了他 我们不会违抗你的命令 先把解药拿来 主人 小天君 主人 我吃了解药 主人 我解药吃了 你还当什么呢 还不快动手 杀了解药 杀了他呀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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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药吃了 求你把气药吃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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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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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不怕他有病吗 我这样的吗 不病死也得饿死 不如做个保死我 对 好歹是一条性命 不如你放了他 你倒是好心哪 你救一条狗命 就得饿死一条人命 你救我还是救人 站住 站住 住手 从现在开始啊 我就是你主人 你我生死与共 只要我活着 就不许你死哦 啊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 叫 叫做 孝天犬 孝天犬 能不能 社羣 人 你不要死 人 不要死 没有人 你 葬金以后 我就是你的主人 我让你与我生死与共 只要我活着 就不许你死 你失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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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兄弟走到今天这步 全凭一个意思 我们能为自己的狗这样做吗 我想到一条狗会都有如此气急 去散他们的魂魄 去散他们的魂魄 快呀 护驾 护驾 我们一定会上报姚池 说你是阴工殉职了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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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与死了都要喊人为你不降 用我们的义气 护驻这队人 护驻的忠义之魂 是 快 走 快 快回来 你不敢抗旨 快 里头 里头 为了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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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点 有点 有点 你死了我怎么办呢 你醒醒 你醒醒啊 我 梁景主仆的忠义 三级罕见 有我们眉山兄弟在 绝不许任何人 在伤害他们的魂灵 那 北哥 现在怎么办 娘娘娘我们听五哥的 可五哥现在不在 那我们就在这里挡 多谢二位 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把他们的魂魄 送回灌溅口 这山京一出啊 各山各洞的妖精 都往风而逃 这下 再无人阻挡我们 挖沟渠了 东海龙王 趁现在这个机会 本帅希望你们刺海 多派兵马 最好是 最好全部出洞 在最快的时间内 挖通沟渠 以免结外生枝 是啊 父王 天蓬元帅所言甚是 若不及时挖通沟渠 恐怕夜长梦多呀 我去跟三位兄弟商量一下 我去跟三位兄弟商量一下 好 敖廓 你快去 我去禀明渝帝 说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不 多谢元帅 多谢元帅 敖过扣辞 元帅 我听说杨俭出事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杨禅不是在吗 只要宝林灯在 能出什么事呢 敖廓 继续 敖廓 敖廓 伤 敖廓 老大 我们快撑不住了 一定要撑住 我们破散了就灰天乏术了 我二哥怎么了 人狗 快有你的法力 捂住你二哥和啸甜拳的红破 让开 二哥 二哥 哎呀 你先别忙着哭 也许保联带能救他们的病 嗯 快快快 二哥 不能走 母亲走了 大哥走了 母亲也走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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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妹 二哥 三妹 你已经有宝莲灯了 应该可以照顾自己了 不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二哥很累 有许多事情 二哥想不明白 也不愿再想了 分别是迟早的事 不 除了你 没有人可以让我依靠 二哥也曾经这么想过 但是 还是有许多好人 虽然他们有一些缺点 但都是好人 像魔杂兄弟 寸姓公主 我师父 还有狐媚 还有那个曾经救过孝天权的殿小派 跟关江口 天不怕地不怕的造谣有 还有之前我们的敌人 眉山六怪 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候 护着我们的魂魄回到关江口 三眉 是五哥害死你二哥跟孝天权的 眉山兄弟 帮了我们 你不能错怪他们 三眉 二哥临走之前 还能有孝天权陪伴 二哥走得不孤单 你不用为我担心了 收掉宝莲灯法令 那我呢 我为了你 触发了天条 连心害我都回不去了 我最后怎么办 你说我的那些谎 都不算数了吗 杨锦此生欠了太多太多债 恐怕难以偿还 若还有来生 杨锦定当全庸以报三公主的恩情 优优独播剧场下